大陆方面宣布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消息一出振奋了当地的旅宿业者 而台湾的观光业者称 这是陆方所抛出的信号球 呼吁民进党政府要接好球 解除团队旅游禁令 大陆文旅部宣布将率先恢复福建居民到马祖旅游 并在平潭到台湾的海上客运直航赴航后 恢复福建居民赴台团队旅游 马祖旅游业者迫不及待想迎接大陆游客 欣赏马祖海上自然景观蓝眼背 但业者担心马祖当地旅宿 单日只能接待约3000人 供不应求 民宿的通常也是比较小 如果是一团客的方式的话 通常要嘛就是入住那种专门接团客 要嘛就是登城两家三家这个样子 旅游已经关了三四年了 那这样子慢慢其实至少有门缝打开了 可以通的情况之下 在我们这些业者看来 这个是阳光进来 燕子要飞过来 观光旅游业期盼阳光进来 燕子飞过来 但马祖的旅运和住宿量能 与台湾相比较小 旅游业者认为 要振兴台湾观光市场 大陆已经抛出信号球 下一步就看民进党政府 如何表态 应该要把这个球接好 然后把6月1号禁止组团到中国大陆旅行的禁团令 把它解除掉 我们也希望台湾政府这边能够抓紧这个机会 把这个两岸的这个旅游交流呢 把它重新恢复 业者表示 从平潭到台湾的海运 一次可载700名乘客 对于提升台湾的观光 有显著效益 呼吁台湾方面要把握机会 不要让民众失望 凤红卫生蓝锦图柯志强 台北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